我們剛才示範一下 我們可能面向左右做四平馬的時候 前腳尖就要對著後腳尖 四平馬的基礎上轉動盤骨 然後後腳伸直就會成為一個致耳馬 這樣是很方便進攻的時候發力 哇!很厲害喔!你立即已經做了 有姿勢喔!不如去吧 打拾敲場攻擊對方上對或下入的位置 事不宜遲我們都再介紹一個手法 就是一個用手肘做的攻擊和防守動作 就叫做迫爭了 那迫爭這個動作是 假設對方直線攻擊我們的胸口的時候 就可以用迫爭來做防守 我們示範一下 對啦!如果配合合手使用的話 就會變成一個頻繁的動作 一手迫對方的手腕 然後另一手就用迫爭壓 迫對方手肘對上的位置 如果這個動作都是一定的 對啦!攻擊性 那我們小朋友都是先不要學著 好!那感謝這兩位小朋友的三聲 他有各個練習方式可以應用在不同的手法上 一來可以令到練習者 理會每個動作的攻擊意味 也都可以令雙方的互相截力 用力來摸索吞吐浮成在四法的任務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們這個盤手球 不是說要誰贏誰輸的 其實是一個密練的過程 去感受那個迫爭在流動的 正正體驗到蔡里特大哀大學的動作 施展的時候身體手微向前傾 在眼睛時手拉高手從上移范地掃打 好!那我們到下一個最後一段時間